今天阿花會跟大家示範一個時尚輕鬆又溫柔的妝容 接下來春妝一定會流行一些粉嫩的顏色 今次就會示範一個粉紅色的眼妝給大家看 給人一種溫柔的感覺 但絕對不會過於甜美的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不過化妝前做足準備 我自己的習慣化妝前會先塗指甲油 指甲薄的我塗完顏色之後一定會上一層Top Coat 除了可以令到整個效果突出一點 靈身一點之外都可以令到顏色保持久一點 沒那麼容易崩 化妝第一步 底妝絕對是整個妝的靈魂 首先一斑份量的粉底液在瘦背上 然後我會再用米品牌的黃牌產品 它是一支可以做到明亮效果的Primer 我們以1比1的比例混入粉底液裡面 打造出來的底妝效果會更加明亮有光澤感 粉底液的質地非常好推 像我一樣 直接用手推勻全面 印開就可以了 眼底的部分我都會上遮瑕膏 好像芽花一樣 眼圈偏紫 可以選擇一些偏橙的遮瑕膏 可以做到一個調色的效果 看上黑的圈就沒那麼顯眼了 除了黑眼圈之外 鼻翼、嘴角都可以輕輕地修飾 遮瑕完成 我會再用剛剛的Primer 我們把它當光影液用 放在鼻樑的位置、下巴、兩邊的獅子位 以及額頭的位置 不過如果你平時額頭比較容易出油的話 這個位置就可以減散了 然後就拿粉餅定妝 這次粉餅內附了化妝掃 但我這次就會拿大一點的波波掃去上 阿花我很喜歡一些有光澤效果的底妝產品 手上用的Burberry的粉餅 它是沒有任何珠光或閃粉的成分 用的時候不會有一粒粒的閃粉 但做出來的光澤感是非常漂亮的 為免這次的粉紅色眼影會令整個妝過於甜美 所以眉方面這次會畫一條比較粗 而且扁平比較深色的一致眉 一致眉真的示範了很多次 這次都不再詳細示範了 溫馨提示就是滑的時候 眉不要敷起 輕輕鬆鬆直望鏡就可以了 眼影方面會用上最新的粉紅色 加一個八搭的Earth tone眼影盤組合 打造一個東方人都適合 不會眼中的粉紅色眼妝 首先會用這個淡粉紅色 塗勻整個眼皮的位置 眼頭的位置都不要漏 接著就會用這個主要的粉紅色 我們放在眼尾大概二分之一的位置 輕輕印上它 印的時候千萬不要越過眼窩的位置 接著就會用這個淺的咖啡色 放在眼窩的位置 來回這樣掃除了可以防止眼中之外 還可以增強整個眼影的立體感 接著就會用這個深啡色 放在眼尾的位置 這次想做一點特別的效果 我會重點畫一點雙眼皮線出來 當然不是石的的一條線 我都會用眼影掃掃鬆它 上眼皮的部分差不多之後 我們都會用同一個啡色 放在下眼線的位置 大概的效果就是這樣 這次眼線的線條感想強一點 所以我會用黑色的眼線筆去做 畫內眼線和眼尾的部分 拉長一點就可以了 再塗上眼睫毛 最後最後拿一個淡粉紅色 放在臥塗的位置 整個眼妝的部分就完成了 一般外國人塗胭脂的時候 位置都是比較厚的 胭脂的形狀應該是斜斜的 我們在髮邊開始 向鼻的方向掃就可以了 同樣不想整個妝套的甜味 所以我今次會選了這個 梅紅色的唇膏 這一支是我近期的大愛 質地非常滑 很滋潤 而且不會有唇紋 我們就沒有外國人這麼深 這麼立體的輪廓 所以都會用光和陰影去幫幫忙 因為剛才已經用光影 亦增加面部輪廓 所以光影粉我就不會放太多了 至於陰影粉方面 我們都要留意分量 千萬不要以為扮外國人 起勢地放 否則很容易會變人妖 兩邊面角我就不會放太多了 不過額頭闊的我 發冰的位置都會上陰影的 好了就是這樣 今次這個時尚溫軟英倫妝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今次這個 不會過分甜味 但就有一種溫柔氣息的感覺 無論是過年情人節都很適合用 我們馬連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